今天天来咯 我觉得今天这期视频就是控诉大会 快两年积攒的怒火全部释放 我才佛都来了 真的胡老爷 这个事件提到最能惹我生气 我简直要给穿大发 搬上一个清雅艺术大厂的奖杯啊 不容易 第一个问题 各自说出印象中最深刻的一次吵架 我觉得一提到吵架 我们俩应该想到了同一件事啊 高楼事件 哎我的妈呀 事情是小的 但是她态度很大问题 打狗还要看主任 让那个房子房主要我教 平时都我在养她 还感觉这么嚣张 我就可生气了 花我的钱 花大钱 耶 我全都要 我们就吵得不可开交 然后当时我一怒之下 我就甩门而出 我就去楼上找了我们那个朋友 然后哭诉 看到发生的事 结果我哭完 我觉得我应该冷静下来 回去跟穿大发 谈一谈的时候 一进门 穿大发跳楼了 当时我们住的那个地方 那个窗贼大 然后我进去的时候 它开着整个90度朝外 大冬天了 那个寒风整个从那个窗里涌进来 然后我直接冲过去 往楼下叫 真的觉得她跳楼了 好搞笑哦 其实当时是这样的 因为她不理我走了 我想说好啊 不理我是吧 那我就自己出去买东西吃了 这么严肃的时刻 想的还是吃 老娘可以气到 但绝不可以饿到 因为那个房子比较小 想说味道大 通通风霸 就把窗户开的可大 然后就一个人出门 就买东西 有必要开到90度吗 老板有多夸张 当时我正在挑选的凉拌 然后突然间 哇疯狂 几十个扣打了电话给我 因为我告诉了穿大发 所有的朋友说她跳楼 现在想想好白痴 像她这种脸皮那么厚的人 怎么可能跳楼啊 钱都没挖光 怎么可能跳楼 最心上 最讨厌对方 身上的哪一个特质 我能不能只回答最讨厌 就是关灯 不知道大家能不能理解 就这个房间 只要穿大发离开这个房间 她就要关灯 她不管后面人家用不用 但是她这个用也是有问题的 她就说我待会还要进去呢 然后这个待会嘛 就可能有三四个小时 老铁门就有这个水手关灯 是好习惯的给我屏幕上扣衣 就你们不知道一开一关 上一度电吗 可是她拒不爱关抽风机 有没有人跟我样 我听她那个抽风机 我一整个我没法专心 做别的事情 我拒难受无比 我想说给我 你拒不拒 你拒不拒 我是觉得嘛 就是厕所一定要保持 这个空气的流通 因为我们家两个厕所 都是没有窗的 所以我喜欢把抽风机开 觉得我没错的 公平扣衣 我要说第二个 我讨厌她的特质 就 我讨厌我就没必要拽机了 可以啊 那让我说完再搬家吧 你走吧 威威她很渺小 她喝水是漏的 吃饭是漏的 拿东西是漏的 她连走路一路上 都是听听框框 碰倒了这个 碰倒了那个 她的眼睛 完全不知道有什么功能 不知道有没有姐妹跟我一样 其实我知道 我只要经过去 我一定会把那个东西给碰到了 但是呢 我的身体就会不受控制的 直接过去碰 有认怀我的脑子 跟我的身体 是两个世界啊 身体可能就是来自天界 然后脑子就来自意识界 我最讨厌她的一个特质 就是她花钱不过脑子哦 赚一百块嘛 可以花掉九十九块钱的人 闲赚了不就是用来花的吗 用来看的啊 最夸张的是哦 她最近又开始研究起劳力士了 你以为你一路两百零八万吗 她每次经过那种劳力士的门店啊 就一定要进去快 那你知道我每次 我就是穿得像今天这样 就非常朴素 看去就知道没什么钱的人 她一天要拉我进去 说你们可想的 自我的压力有多大 然后想不想 有三个劳力士的柜姐 竟然是我们粉丝姐妹 她们就一整个香言圣欢 我全称一语不发 然后那个粉丝姐妹问我 哎你怎么跟网上看去不太一样 这么文静 我产生了大哥 我在劳力士的门店 我嗨个什么劲啊 让你产生了以为 我要买的误解该怎么办 我跟你说 她买个60块钱的东西 都在那辗转反侧 况且钱是我的 我爱怎么花就怎么花 你的 不是我的 谁呢 我们的 谁呢 你的 曾经最深刻的恋爱经历 我觉得这个深刻吧 未必要爱得轰轰烈烈 也可以气到天风地裂 我大学时期的恋情 就是我被分手了 然后我就在我大学的图书馆 整整当着所有人的面 整整哭了一下午 我谈恋爱都是我甩别人 哪轮着到他甩我啊 我为我的不甘而流泪 第二天期末考试我还是拿了全年级的第一 谢谢 买饭法吗 你有恋情 不是初恋吗 也不是那种恋情啦 就只能说是普通朋友吧 就约好了说周末去他家玩 去家里干嘛 为什么要约在家里 家你就关不着了 所以我当时去他家的话 也说了当晚去在他家睡觉 为什么要睡在别人家 玩刺激 如果再说两句 我的律师还请收好 你请得去律师 当时也跟他爸妈吃饭 跟他爸妈一起聊 亲亲我我 然后他爸妈也表现得还挺和蔼的啦 之后我一开始 我的朋友就开始对我有点陌生 我当时觉得 哦好奇怪 what happened 因为你们也知道 我本来就是大写的麻辣语兵 母仪天下 他爸妈就觉得说 不想让他跟我玩在一起 然后他就是 然后他就觉得我们就是很奇怪 很得福了 我这个牙医啊 我不知道是什么错 我觉得让他有这样的怀疑啦 首先从长相上来说的话 就是不好意思打扰了 今天就很想对他爸妈说一句 怎样老娘就是母 母死你 姐就是女王 自信光光芒 你若爱就辣 不爱我张黄 说出自己曾经憧憬此刻过的生活是如何的 应该就是 很淫荡 就是大网红的生活啊 跟他完全没有关系 当时你有想象过自己一年后 是胖一百斤吗 不跟你认识应该就不会胖吧 every day健身的人 真的哦 早上都要早起运动哦 晚上运动也很多 那会过得比现在快乐不 快乐一百倍 19年时候我就已经说过 我会在北京待多一年吧 没有到现在二一年我还在北京 救命 救命 AE 欢迎你 不知道大城市可能压力比较大嘛 我觉得人情味真的很少 市场消费能力不足 我还挺向往那种市井小生活的 现在的生活中都不想说 现在都好太多了 因为现在包上了大款 每天压榨一些人给我钱 说 我现在每天醒来说第一句话就是 我要钱 给我钱 钱在哪 最后一个问题很刺激哦 请说出你的初吻经历 发生在我第一次去酒吧 第一次去酒吧什么时候 大一二 当时呢我们就和他的一大群朋友一起玩 我不知道你们那个城市会不会有这种规则 不会不会我们城市很单纯 有一个游戏啊就是要黑白配 当时呢我就被一个女生指定和另外一个人 折吻十秒钟 舌头不动都不算过 嗯这是我人生中的初吻 当时有享受这个过程不 有诶 我的初吻经历呢就是在我初中的时候 当时呢我们学校就有个非常有名的小混混 这一刻是我给你最后 你们不要想错了啊 是当时有个女的 莫名其妙的 她想去跟那个小混混谈恋爱 然后小混混说 你去亲一下那个娘娘枪亲她一口 我就跟在一起 然后我当时就是抱着书下课 就在走廊上你这样子站着嘛 就问我们其妙突然就有个女的这样 呃 真的感觉自己都被玷污了 我的灵魂都脏了 她以为她在演什么偶像剧啊 就像大菜啊 她等到一个吻的话 竟然是我到22岁之前 被你闻过的人 这要就是一个悲伤的故事 可是我以前都觉得接吻可恶心了 就接吻的那一刻 要是你发现对方牙很黄 还有口气 我的妈呀我到底是该拒绝呢 还是该拒绝呢 我可就没有这个烦恼了 像我这种人 没接过几次吻 我可是时刻每一天 都在为接吻做准备的 你到底在做什么准备啊 每天 你没发现本女明星 从来没有什么口气和牙黄的问题吗 你快告诉我 到底做什么准备啊 那就是她 诺巴顿果酸安亭牙膏 还有她 小鸡蛋牙齿断黑金黄 简直是女明星保持牙齿美白 口气清新的秘籍 来来来来 我给你指示 几双安亭牙膏 说味道是不是很清新 就是很像处于热带 雨林之中分草 一股清风喜来的味道 真的有一股淡淡的果香味 而且也不辣嘴巴 那我要什么时候冲掉呢 招什么鸡 忙活着谁接吻呢 且让她停留30-60秒 让补酸充分溶解牙齿再刷牙 这是女明星的秘籍 牙齿刷刷 抖 我刚才看你用的时候 就这个包装 我还以为自己给牙齿刷嘴 真是没见识的土包子 这是个牙齿用的安瓶 哦哦哦哦 主打成分是1%的苹果酸 他们美白效果15倍 而且特别温而不刺激 并且能提升后期的牙齿营养吸收 特别是我这种 每天离不开两杯 冰美式的人 简直每天都在跟牙皇做斗争 之前我很喜欢用一些美白牙天 真的用的时候 你很明显感觉到你的口腔 是在分泌拖叶 正美当中的时候 我就很迷惑到你这个拖叶啊 是要吞还是要吐啊 别提有多的心呢 而且用了还会有牙栓的感觉 像这个的话 我已经用了小两瓶了 完全没有不适感 而且像这种小小的包装 迷人微笑 但是还没结束 再来上个小巨蛋 牙齿断黑精华 刷完牙以后 直接把它滴在牙刷上 然后让它保证 每一颗牙都刷到就行了 它这款也是我超喜欢的 淡淡口的香味 一方面 分解牙齿表面污质 以及色素沉淀 另一方面 强健牙幼稚 抵御外来色素清洗 但不同的是 它这个是能让牙齿变得有光泽的 用上它 说不定哪天就遇上了甜甜的恋爱 哦浩晨 我想邀请你跟我一起吃晚餐 可以吗 好的可以啊 学长你的口气可以这么清晰 你的牙齿可以这么的洁白 因为我用的是 诺巴顿安平牙膏 和小巨蛋安平精华 有了它时刻保持迷人微笑 洁白牙齿 邂逅甜甜的爱情 一笑清晨 接吻无压力 有牙齿美白烦恼 以及口气问题的姐妹们 赶紧用起来 保持女明星的完美口腔 传得无压力的 好了今天这视频 到这就差不多结束了 通过这五个问题 相信我们各自都得到 自己里面想要的答案 就我已经买好了明天 飞往老家的机票了 希望以后有缘分再见吧 不必再见了 哈哈哈 那我给我们下期视频 不要给我一条罗夫 以及多多订阅我的门大屏